SCP-537 WearBrick 人專 Zone等級 Eucaly 特有收容措施 被捕獲的SCP-537個體 使用在Size44內的單獨標準人型收容間 SCP-537的偵測或拘捕 當前交由機動特檢隊Beta-23 憂愁和尚進行 描述 SCP-537是一種異常人性尸體 具有變形為黏土磚塊的能力 變形可以隨個體預言進行 耗時約3秒 在滿月的夜晚 SCP-537個體一定看見月球 將發生強制變身 目擊SCP-1812也會導致相似的強制變身 SCP-537可以在磚塊狀態下 通過盾及他人頭部來將其轉化為新個體 但成功轉化所需的確切力量大小當前未知 這一般需要多個個體協同合作 或許一個個體從高處跳傘後 在半空中變身才能實現 然而因其自身性質 四種轉化嘗試時常導致受害者死亡 個體並不會感受到要去頓及人類的衝動 個體在磚塊狀態下所受傷害 會在人類形態下繼續維持 反之已然 在磚塊形態下遭受嚴重的結構性損壞 似乎能將個體消滅 使其一直停留在磚塊狀態 在兩種形態下 個體都不具有板長的力量和強遠性 這也使得受感染者的威脅有限 引起在加速撞擊的過程中可能損傷自己 在每月第二個新月之夜前 所有個體會試圖聚集在某一河流或溪流邊 當前對這隻人形個體的異常衝動 還是本能存在爭議 在集會中 SCP2537會產生一種沙漿分泌物 將自己和非常磚塊一起堆砌為橋樑 在月亮落下後 分泌物將異化分解 個體也會重新散開 在其修除橋樑期間 核對岸的外觀會逐步地發生變化 此現象僅在橋樑開始端的河岸邊可見 未知SCP2537成功建起橋樑後會發生什麼 以上就是SCP2537 簡單來說SCP2537是一種人性個體 可以隨自己的意願變身成磚塊 而在滿月時則會強制變身 並且可以藉由撞擊人的頭 將人轉化成新的SCP2537 基本上就是磚塊版的狼人 SCP2537有時候會聚集在一起 石頭搭建的一座橋 最後橋樑可以通往某個神秘的地方 之所以想做這個SCP是因為實在是太ㄎㄧㄤ了 文中提到的另一個SCP SCP1812是一個在距離地球180公里軌道上運行的小行星 雖然直徑只有月球的437分之一 但因為它的軌道離我們更近 所以它看起來比月球大 SCP1812無法被感知到 除非以口頭或書面的方式被告知它的存在 一旦知道SCP1812存在 這些人會感受到SCP1812反射的陽光 並且受到SCP1812引起的潮汐影響 這種潮汐會讓這些人看到不存在的水 並且可能在陸地上缺氧逆絲 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記得幫我一個喜歡 不喜歡的話就用不喜歡吧 希望我做出來的SCP和主題可以留言告訴我 就這樣,掰掰